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這隻行政長官林鄭近來動作多多 除了周圍出巡以外 昨晚又在Facebook發表了一則的帖文 她說什麼呢?今次又去哪裡呢? 她說定期都會參加探望露宿者的活動 昨天她去了露宿者行動委員會的服務中心 向他們派發一些慈善團體 捐贈給政府的物資 行動委員會的主席雪姐是有心人 多年以來默默為露宿者服務 令人敬佩 在全城抗疫之際請大家多關心弱勢社群 關你這隻林鄭Q事嗎? 關心弱勢社群 林鄭最沒有資格出聲 這一群的露宿者 在上個月正正遭受到 林鄭的35700個粉絲 粗暴的對待 為什麼林鄭完全沒有出過任何一句聲音呢? 是不是呀? 現在就走去 假裝了 走去派這些物資給人 這些衛生用品給人有鬼用嗎? 是不是呀? 蛤? 轉頭你那些 35700個粉絲 會不會又走去人家睡覺的地方掃牆啊? 現在你馬不停蹄繼續來做這些公關show 目的是什麼呢? 是不是正如《蘋果日報》揭發 你向中央提交的那份工作報告裏所說 說要為建制派創造有利的氛圍呢? 現在所做的一切就是為了9月的立法會選舉 拉抬建制派的選情 無事無幹的時候就看不起人 到有需要的時候就找回這群露宿者出來做大戲 拆選票 究竟你這群警察在2月的時候做了什麼呢? 根據一群露宿者自己所說 一群警察的便衣人員在2月24日的時候 在深水埗的通州街公園附近 就粗暴對待和辱罵一群露宿者 根據一名在通州街公園梁亭露宿了超過一年的人所說 他就說在這一天的晚上7點 突然之間就有5至6名的便衣警員 去到公園那裡截查那些露宿者 首先不知道你查什麼 露宿者你真是很查的 然後當時他就和另外3名的露宿者 遭到警方搜查物品和身份證 期間有便衣警員 突然之間就拿起高爾夫球棍 撥向他們的罐頭、豉油瓶、米和椅子 不少玻璃瓶就被掃到地上 米也是散落一地 警察擾讓了大概20分鐘之後離去 你看這些警察到底做了什麼行為 這些叫嚴正執法嗎 這些叫做守衛法治嗎 有沒有搞笑一點 林鄭有沒有對於這35700個粉絲 作出訓斥 有沒有譴責他們這些行為 不是說你拍張照找幾個露宿者出來做大戲 就代表你很有愛心、很關懷他們 有沒有關懷這群住在通州街公園的露宿者 請問 所以真是頂利林鄭在Facebook那裏 遭受到市民的猛烈批評 因為你說一套就做一套 拍張照出來裝作有鬼用嗎 還有根據這名露宿者阿山所說 說他自己當時就不敢出聲 因為警察強調他有權這樣做 而且 後來警察還把他弄傷了 令他手骨斷裂 他無奈說 不是因為那些錢或家當 是為何要這樣對他們 實在太過份了 你聽一下這些露宿者的聲音 不要只是去做show 好 然後林國璋牧師 這是幫助他們的 根據當露宿者所說 有一名女警甚至乎把其中一名男性露宿者壓在地上 他批評 警員的目的是侮辱露宿者 而不是執法 警察公共關係科 回覆了記者的查詢 他們說 當日警方在通州街公園進行 反罪惡的行動 行動當中就沒有人被捕 什麼是反罪惡行動 請問 哈 人家有人 迫於無奈去睡街 特區政府這個社會福利 是不是應該輔助這班人 林鄭月娥真的拍照 又說要關懷他們 又說如何如何 那你有沒有安排他們去上一些中轉的宿舍 有沒有做到這些行為 這些就是反罪惡 原來反罪惡就是 不准人們睡街 就去搗亂 這些叫什麼反罪惡 請問誰才是罪惡 完全是打橫來講 這一班睡街的老宿者 就已經是最弱勢的弱勢社群 還要遭受到這樣的對待 別人都說不是說那些錢 不是說那些家當 是說你為什麼可以這樣對待 是不是 老宿者也是一個人 也有人權 不論到你亂來 到了昨晚 警察公共關係科又再發稿 就說有警務人員 在上個月的24日 深水埗反罪惡行動當中 涉嫌毀壞現場的物件 警方高度關注 已經將案件交由 西九龍總區 重案組進行刑事調查 一名涉事的警員 已經被即時停職 警方重新 絕不容許 警務人員有任何 違法違紀的行為 會公平公正 嚴肅 依法 跟進事件 同時 呼籲任何人有涉及案件的資料 就可以跟西九龍總區重案組聯絡 麻煩你親自去找林國章牧師 和金號網神父 譚國喬議員聯絡 這群人有資料 他們可以聯絡到這群露宿者 告訴你 你在網上說有什麼用 露宿者看到嗎 你現在發什麼新聞稿 你真是弄壞露宿者的露宿者 沒手機沒得上網 陰公 在網上說 明知道哪些人在幫他們 找到露宿者提供資料 撒昂 在網上叫有什麼用 這些人簡直是離譜的 你根本上有沒有心去查 最終查得出了什麼結果 我真是很大疑問 整班警察一尾都知道自己 嚴正執法 就是法治的捍衛者 你怎樣捍衛法治 你不是被人連環踢爆你會承認嗎 有了證據 弄壞了 掃米 掃瓶 弄壞了人家一地 這些就叫做嚴正執法 很離譜 接著就講講鑽石公主號的香港旅客 他們搭成了專機回香港以後 住足火炭14天 就開始出關 當然就感到非常高興 昨晚一大班的記者 就去到 大圍火車站 守候他們 為什麼去大圍呢 就是這班出關的旅客 一搭出火炭 馬上上了一輛小巴 這輛小巴就由火炭接載他們 去到大圍火車站 下客 所以就在那裏可以報得他們 這班人到底跟記者說了什麼呢 又真是非常搞笑 其中一名 叫做楊先生 他就說 這次就不太開心了 但也滿意郵輪公司作出的賠償 所以就不怕再搭乘郵輪 換言之 他就是見過鬼也不怕黑 另一名張女士就說 他本來是跟四名朋友一起去旅行 但是其中兩人在日本檢查的時候 就發現了有問題 所以就要留下 不能回香港 回香港就只有他跟另一名的朋友 他就說 船上邊和在香港的時候 膳食和待遇都不錯 但是現在就最想回家 明早起床就會去喝茶 問到他困在船上那麼多天 會不會怕了坐遊輪呢 他就斬釘截鐵地說 不怕了 還說下個月會去瑞士旅遊 這些人簡直就是自私自理 在目前這樣的情況下 你也明知道自己四個人去旅行 只有兩個人回來 還說要下個月去旅行 還說要去喝早茶 你知不知道這位張女士在香港發生什麼事 希望他自己 警醒一下 攝高床板睡了14天 還沒想清楚 香港現在還是非常時期 大哥 被你這次僥倖過倒骨 馬上又要做另一些高風險的行為 又說要去喝茶 你知不知道香港很多茶樓 都沒有開了 就算開的那些 都是門可羅爵 沒什麼客人 還要去喝茶 明知山有虎就偏向虎山行 你那些朋友 四個去都是兩個 有兩個還要滯留 都不知道現在的情況是怎樣 然後一個屈美十又說要去瑞士 麻煩你了 靜一靜 想一想清楚才行為 不要再那麼魯莽 你已經大連初一走了登選 還不夠 你這次就很幸運 因為有幾百人 有一定的人數 所以就有專機接送 下次有什麼事 只有一隻半隻人 分分鐘不理你了 所以大家做任何事之前 都應該 停一停 想一想 三思而後行 目前這個情況下 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 就忍一忍 喝什麼東西早茶 最重要就是平安 平安是福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